那麼其實這一次中華隊是一路過關斬將 不僅是打敗了日韓 而且呢也立刻多米尼加古巴 還有美國呢等等的棒球強權 那麼呢大聯盟超級巨星大股翔平 他也在IG的Instagram上面呢 限時電動態的轉發了這個慶祝的貼文 對他就幫台灣中華隊呢給就是慶祝一下 那其實很多球迷看到也是覺得 哇相當的欣慰 對因為其實大股翔平 他之前在這個經典賽拿下冠軍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分享說 因為他希望就是亞洲國家 不管是日本啊台灣或是韓國 大家未來就是棒球實力 都是可以越來越好 他其實是很樂見這個狀況的 所以他昨天晚上這個發文的時候 其實也讓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感動跟驚訝 沒有想到大股翔平居然有注意到 說我們台灣拿下了這一次的世界冠軍 那也因為拿下這一次的世界冠軍 所以呢我們昨天是4比0玩封日本嘛 這就讓日本呢在國際主要賽事的連勝記錄 是終止在27勝 那他們呢也在主要的國際賽是相隔1839天敗北 而且呢被玩封的這個紀錄啊 則是自從2009年當時的第二屆世界棒球經典賽小組賽 他們對戰韓國隊以來是時隔5793天 所以呢日本媒體是紛紛灌上的恥辱等等的字眼來報導這場比賽 而且賽後呢日本隊的監督景端紅河啊 他就稱讚了這個選手們的努力 他還說輸球全都是我的責任 因此呢就有許多日本媒體而日本球迷他們是不滿 景端當時的調度 因此景端辭職這四個字現在變成了日本社群媒體 X上的熱門關鍵字 冠軍賽五局上林家鎮和陳傑縣接連轟出全雷打 昨晚中華隊打敗日本隊拿下本屆冠軍 不僅玩瘋日本隊還打破他們連勝27場的紀錄 日媒接連痛批取入 中華隊開心歡呼 但日本隊尤其是先發投手互相相爭就笑不出來了 因為在國際賽上已經連贏27場的日本隊 可能沒想到會輸給我們還慘遭玩瘋 這是他們相隔1839天來的敗北 被玩瘋更是15年來沒有發生過 上次已經是5793天前 在世界棒球經典賽小組站對上韓國隊的事 賽後日本隊的監督景端紅河成為日本球迷眾矢之地 紛紛批景端無能 互相的狀況不好還讓他繼續投 被敲了第一轟就應該換人 完全錯過了換人時機 景端辭職更成為X平台的熱門關鍵字 而景端也把輸球的責任一肩扛下 說選手們已經盡力 是他沒辦法帶領日本隊拿下冠軍賽的勝利 而在賽前日本的外野手陳己良界 他曾經在比賽前是發下來豪言 他還說如果這次日本隊輸的話呢 我就要改變投手了 結果中華隊贏球了 他真的要變成投手了嗎 日本媒體就報導說陳己良界 我把這番話給收回來了 他說接下來呢 他將會繼續他的打擊練習 根據日本媒體Spawnichi Annex報導 陳己良界在賽後表示 自己的心情有點沮喪 不過雖然很失望 但比賽過程仍舊十分有趣 至於賽前他曾經發下 輸了改練投手的豪語 陳己良界表示將撤回這項計畫 從明天開始就會來做打擊練習 為下個賽季做準備 將透過不休止的練習 來表明自我決心 那麼其實昨天日本隊的 新發投手互相翔陣喔 他其實呢也是非常厲害的選手 因為其實他在這個 日本的這個獨賣巨人 他是效力於獨賣巨人的 然後呢他其實在去 今年的這個賽季當中 他其實是就是都是三陣王 就是三陣對方的 他就是這一次日本隊的王牌投手 沒有想到他就在第五局的時候呢 轟出了林家鎮 楊春炮 還有陳潔憲的三分炮 那麼呢他投五局被敲七個安打 失了四分 他是提前退場的 而在賽後的時候他也向監督 景端紅河道歉 同時他也稱讚台灣喔 他說台灣的打者呢 是有非常高超的打擊能力 而且是非常強的隊伍 互相賽後呢受訪時表示 能夠打進決賽都是靠大家的努力 結果卻是這麼令人懊悔的結局 我會繼續練習爭取再次入選 而談到被轟出全雷打的打席 互相就表示那局變化球比較飄 投的有點困難 雖然是我滿意的投球 但是還是被轟出全雷打 真的很不甘心 可能還是練習不足 而他也特別向景端監督道歉 最後他談到台灣打線的印象 互相說他們打擊扎實 雖然我有投出直球 但還是被輕易擊出 能夠感受到他們揮棒的力量 還有高超的打擊能力 真的是很強的隊伍 但他也堅定地表示 下次對台灣時 我一定要以先發投手的身份 來擊敗他們